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当局派人到康美楼清洁消毒 卫生署人员和住户进行问卷调查 警方封锁大厦出入口 连住户也不准进出 美国在首例确诊患者的排泄物中 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 虽然伤位证实武汉肺炎会经由粪口传染 但传播可能性还是无法完全排除 现在上百户居民已经离开前往检疫中心安置 若出现症状会立即就医 毕竟新型冠状病毒仍有许多未知状况 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三天新闻林芳颖六如影香港报导